这两天 海内外网络盛传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病危或病死的消息 香港亚洲电视7月6号傍晚6点多 率先报道说 刚刚收到北京的消息 江泽民已经病逝 而6号当天 中共外交部拒绝 就江泽民的健康状况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 中共当局严密封杀国内网站的相关讯息 7月1号 中共党庆90周年大会 前任领导人 包括李鹏 朱镕基 李瑞桓 宋平等人都出席露面 唯独现年84岁的江泽民缺席 香港和海外媒体传出江泽民病重的消息 香港《苹果日报》6号报道 海外中文网站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江泽民在一个月前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 需用仪器维持生命 香港《东方日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 英国广播公司的媒体都引述了这个消息 有目击者在网上披露 北京解放军301议员戒备尊严 不及以上干部已被通知全回北京待命 6号傍晚 青中色彩的香港亚士在新闻节目中 突然以处理突发事件的插播显示 引述北京消息说 江泽民已经辨识 并在滚动播出栏中循环播放 但是这个报道未获得北京官方的证实 亚士新闻片段及时被网友制成截图 发到网上 福建网友郭宝峰说 这个图片是来自香港的网友 图片的内容是18点36分 本本台说江泽民已经试试了 我是把它发到新闻人微博上面 我这头还能看到 但是可能是新闻人采取这种屏蔽措施 大概坚持一个小时左右吧 整个新闻微博上应该是很多人都看到 新闻微博上可能应该也传过去 6号当晚 国内的山东新闻网在首页以白底黑字 标出江泽民去世的道词 并配上了江泽民的照片 不过在晚上8点多钟 这个新闻网就被强行关闭 海内外网民纷纷议论说 谢天谢地 终于死了 可惜死得太迟了 外面鞭炮上一片 真是举国同庆啊 很多网友都说 想放鞭炮庆祝一下 有感受 一个是非常高兴嘛 也庆祝嘛 这个坏蛋死了是个好事 再一个也有点惋惜 没有审判他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这个人太坏了 目前国内互联网 几乎任何与江泽民有关联的 都被列入敏感词 在新浪微博上 输入江泽民 心肌梗塞 总书记 蛤蟆 宋祖英 国母 亚士 甚至江等次与搜索 都遭到屏蔽 国内财新网主编王以超 在微博贴上江的漫画头像 但留言已被删除 英文版的华尔街日报 英国卫报等 都报道了中共封网 香港前哨杂志 今年2月份报道说 江泽民自知死期不远 2010年起 两次谈到 这一辈子做过两件蠢事之一 是镇压法轮功 为自己平添了几千万的队里面 我99年在湾安市公安局 招待所里面监视居住的时候 除了我们以外 可能那个移动楼房里面 全部是关的房门工学员嘛 他们都比我惨了 他们都都都都都 我看着都是不让睡觉 把他们锁着 不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号说 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从几个渠道了解到 江泽民的确病重 可能很快去世 但说目前病情似乎稳定 至少今年几天 没有死亡的消息 苹果日报5号发表 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合理的文章 援引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江泽民在4月突然发病前 曾向9个常委发表个人意见 支持副总理王岐山 出任下届总理 同时江也受益 近年唱红打黑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出任第一副总理 林合理表示 江泽民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对中共都是国家机密 但种种迹象显示 老江和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对下届高层人士安排的影响力 将会受到削弱 新唐人记者李源汉 林立 朱棣综合报道